自从博尔特退役以后,对于现役百米以及两百米第一人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。 2019年多哈市锦赛诞生了两位短跑新科冠军,小胖敦科尔曼以及顺一贯莱尔斯。 而这两位也确实给我们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,小胖敦百米9秒76,以及顺一贯200米19秒50。 不过美国还有一位游泳高手布鲁梅尔也曾经跑出过9秒76,但是布鲁梅尔大赛偏软, 而小胖敦比赛发挥的比较稳定。 所以现役百米第一人,我认为是小胖敦。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,小胖敦最强的一枪9秒76到底有多强。 而两百米现役第一人会比较有争议。 虽然莱尔斯跑出了后,莫尔特时代最佳的19秒50,但是另一位高手,加拿大的甩刀哥,在200米的噪音似乎也不低。 成绩的话,莱尔斯会更好一些,但是实战交手的话,这还不好说。 我们来欣赏一下莱尔斯最强的一枪,19秒50到底有多强。 成绩的目中,薄尔特时代表击着直升。 孙莱尔纳不一样,而这是他的重点。 正在一枪高手的手段,而且补取了约突,bab量ch from紫尔特时代表的赛。 而比较是19.50秒。 至于19.50秒。 冲来 про年纪。